原產於美洲的海蠶廚 被列入世界百大入侵種 具有毒性 威脅生態和人畜安全 十一月起 在南投草屯陸續被發現 林務局預告將要規定 飼養需要登記 而且不得繁殖 呼籲四主千萬不要丟到野外 而第一波已經移除了四百二十六支 每年春天繁殖劑 會進行第二波的清除 鏡頭在拉近 下方就是世界百大入侵種 海蠶廚 比起上方台灣本土 黑框蠶廚的體型 簡直龐然大悟 東華大學教授楊毅如 上個月跟志工與特生中心人員 來到南投草屯縣刊 在不同菜園裡 發現海蠶廚的數量 體型都很驚人 經過一個多月努力 總共移除四百二十六支成體 楊毅如指出 當地居民曾在二零一九年 看到零星一兩支 今年數量卻大爆發 若不加緊移除 就怕一發不可收拾 海蠶廚 壽命長達十年以上 適應繁殖力皆強 不止貓狗蛇吃的都可能中毒 牠吃蜥蜴青蛙 連廚魚都吃 為此林務局打算公告 將要求飼養要登記 不得任意繁殖 呼籲民眾不想登記或不想飼養 千萬別往野外丟 請交給主管機關 而明年春季 則是另一波考驗的開始 繁殖劑的時候 那可能海蠶廚會比較容易 海蠶廚 1930年代有不少國家引禁用來防治甘蔗蟲 成效雖好 但帶來後患無窮 在澳洲 日本 菲律賓等國造成生態危害 台灣則是2015年時有人引禁 研判後來遭棄養流入野外 林務局表示 目前仍只在草豚發現 得與時間賽跑 設法移除阻斷它的擴散 記者綜合報導